二战期间,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,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,无数英勇的军民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 有这么一位勇敢坚强的女子,她的新婚丈夫战死沙场,怀孕的她霸气独闯日军军营,要回了丈夫的头颅。 她就是抗日英雄陈忠祝的妻子王志芳。 王志芳出生于1916年,家境优越,是个追求者众多的富家女,而陈忠祝则是个贫困人家的孩子,父亲早早病逝,家境十分困难。 陈忠祝勤劳善良,年纪轻轻为了国家加入军队,王志芳被陈忠祝的为人所打动。 于是在16岁,不顾家人反对,嫁给了陈忠祝。 1937年,日军全面侵华,陈忠祝也率部顽强抵抗日军,在徐州会战和泰尔庄会战都应用无比。 1941年夏天,陈忠祝率领了抗日第四纵队,以备日军视为了最大的威胁,于是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道。 第四纵队被打散,因为情报传输的失误,陈忠祝被暴露了行踪。 在上万的日伟军围攻之下,陈忠祝身中树枪,壮烈牺牲。 一个日伟军发现了陈忠祝的尸体,惨无人道地割下了他的头颅,拿回日军大本营里领赏。 王志芳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,哭得多次昏厥过去,得知丈夫失手被挂在日军军营时, 他怒气冲天,不顾家人劝说直接冲到了日军军营里,他此时怀孕已经六个多月, 日军长官得知有这么一个女子独闯军营,很是震惊。 于是同意他进来,王志芳坚将有力地对他说道, 我是陈忠祝上将的妻子,我来娶我丈夫的失手。 日军长官很是敬佩王志芳的勇气和胆量,当即同意王志芳带走陈忠祝的失手, 还命全军敬礼募送王志芳出营,王志芳回到家后, 泪流不止地将失手缝合起来,葬在了家族墓地。 抗战胜利后,陈忠祝将军也被认定为烈士,迁入了烈士陵园, 之后王志芳女士随子女出国定居, 102岁时在澳洲病逝,如此伟大的夫妻着实让人敬佩。